上司纺织 见世俗一丝不苟 生迁就在指日 那如临万史的第四回 说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这样一个一丝不苟的成语出现 那这个故事是说什么呢 明代呢 皇帝下令 保护羹牛 所有的羹牛都不能宰杀了来吃 那么这个尽力一下呀 一天两天可能可以 时间稍微一长 有些地方的人啊 就非常的难受了 那么有一个地方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很想吃牛肉了 怎么办呢 他们就想 我们就去跟支线去交涉一下 让他悄悄地网开一面 于是他们就准备了50斤牛肉 然后又选了一个长者为代表 去跟支线去交涉 这个牛肉送到支线的宅子里边 支线其实也是很喜欢吃牛肉的 他看到牛肉也很开心 可是呢 他一想国家有禁令啊 不准宰杀根牛啊 他又吃不得 怎么办呢 底下又有求情的来了 还派了代表 正在这个时候 他有一个朋友 也是做官的 正在他家里边 这个人叫张敬斋 他就把这个事情 跟张敬斋去聊 就跟他说 说你看怎么办啊 你看他们的牛肉也拿来了 人也来了 跟我说要通融一下 吃一点牛肉 可是这个张敬斋呢 他就一听了以后 非常的敏感 他说这个事情 你千万不能做 为什么呢 你还记不记得 在红武年间啊 有一个刘老先生 这个刘老先生呢 有一天晚上 红武皇帝 他突然不知道什么 兴起了 他就私下里没有通告 就来到了 刘老先生的家里面 那么这个晚上呢 刘老先生家里面呢 又有一个人 给他送了一个小菜 用坛子装住的 这一坛小菜送来了以后 刘老先生想 皇帝在这儿 我干脆开了 我们来看一看 他也不知道 这一坛小菜里面装的什么 结果当着皇帝 把这一坛小菜打开 里面居然是一坛 金瓜子 瓜子那么大的精力 这一下 皇帝一看 就非常的恼怒 就直接把矛头指向了贿赂 于是第二天 刘老先生 本来他是近视 他在汉林院做汉林 因为这件事情 第二天呢 就发配 做支宪 所以你这件事情 如果万一给 上面知道了 也会遭殃的 我给你出个主意 杀鸡儆猴 让其他的人 不要有这个念想 怎么办呢 把这个长者呢 打几十大板 然后用木夹 把它夹起来 然后再把五十斤牛肉呢 放到那个木夹上面 摆到那里施众 旁边贴一个告示 说知法犯法天理难容 这样之类的 好 这个支线叫汤凤 汤凤呢 就真的接受了张敬斋的建议 第二天呢 就把这个长者 打了几十大板 然后把它用木夹夹住 然后把这牛肉 放到上面 这个故事 和这个故事的作者 其实是有一些 讽刺意义的 我们刚才说 《入林外史》 是一个讽刺小说 那么这个故事 也是有讽刺性的 在讽刺的故事里边 出现的这个成语 一丝不苟 它也就有一个 防讽的作用 像这个故事里边 支线 一丝不苟的 把这个长者 打了几十大板 一丝不苟的 把它夹起来 然后把牛肉 放到上面去 最后呢 形成名分 它是不知道 这个问题 要用疏导的方式 所以一丝不苟 在这里 其实就是有讽刺意味 讽刺意味的色彩 是反面的 就是有贬义 有一个批评的 意象在里边 但是我们现在 用一丝不苟呢 是一个褒意的 色彩转了像 我们说一丝不苟 是一个鼓励的方式 比方说学习 要一丝不苟 读书要一丝不苟 写作要一丝不苟